交交从两年一交改为一年一交之后 时间也要延长 国防部长邱国正宣布 明年起事半从五天延长为14天 首当其凶的就是七年级生 网络哀鸿片也不满 又是七年级中招 拜托政府囚犯过 更怀疑一堆挺着小肚子的大叔叫招 小干嘛 最气的是疫苗最后打 当兵排第一 七年级真的可怜 两样紧张 蔡总统才刚证实 美军人员在台湾 解放军对台主力部队之一的 第72集团军就抛出红蓝 对抗夜战捕捉坦克开火 瞬间前一天还有实弹演练 而总统谈话是否触及 国防部报告当中 中共无力犯台 七个可能时间点也成为焦点 现在在台湾的美军 主要是顾问不是部队 政客常常布国家的安危 只顾他政党的利益 抗中保台变成你这个护身符 这样真的对台湾好吗 蔡英文仔细想默默良心想想 台海兵凶战危 如果是为了选票进行政治操作 恐怕最后受害的将是五股百姓 这人家慧玲又成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